高雄轻轨成员之后 虽然为交通带来了新的选择 但是相对的 原本很难停车的路段 车位也变得更加难找了 为了俗解地方的停车压力 高雄交通局预计新增7000多格的停车位 目前共有3786格的汽车位 以及3464格的机车位 未来增加的大型停车空间 包括1月底即将营运的高雄高工立体停车场 有470格的汽车位 171格的机车位 113年上半年也将完工的联系停车场 有115格小汽车停车格 还有50格的机车格 以及未来富邦人寿C24旁的预订率 合计可以增加7289格的停车空间 那在停车的部分呢 高雄高工的停车场 我们会增加470席的汽车停车位 还有机车是171席的机车停车位 那另外还有联新的停车场 还有我们C24车站周边富邦的一个开发案 那这些整个呢 会增加到2800席的汽车停车位 那在机车的部分会增加4400多席的机车停车位 那这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平衡 在整个轻轨沿线它的停车工序 轻轨原弹成员开始试营运后 各站的搭乘人数增加了许多 大算路段每站进出的人数高达2400人 部分热门车站价值进出人数更高达4000人以上 轻轨成员后平均运量有3.5万人 比较成员之前成长了59% 其实轻轨通车以后 轻轨的运量增加了非常多 增加大概60% 所以现在已经平均每日的运量 已经到大概3万4千人 那在东环段这边 其实也带来很多的人潮 包含进出站平均一日大概都2400人 那比较大的站 大概一日的进出站人数有到4000人以上 这对其实沿线的商家的生意也是有所注意 轻轨造就了了新的城市环境 因为是全新的交通模式 与地方多少会有冲突 该怎么取得一个平均点 或是寻找其他的突破口 将会是未来要重视的课题 记者孙君 高同报导